当地时间19日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纳维皮莱表示 以色列军队正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灭绝 并补充说 必须让实施暴行的人承担责任 他表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和以色列都犯下了战争罪 但以色列还应对反人类罪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负责 包括故意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进行袭击 巴勒斯坦人的损失堪比灭绝 据当地卫生部门称 以色列的进攻已造成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上 37400多人死亡 皮莱表示 委员会正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分享证据 以色列批评该报告 没有对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给予应有的关注 据其统计 哈马斯10月7日发起的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 250多人被扣为人质 随后以色列开始进攻加杀 平民号码 不够造成约1200人死亡 特别人质 不够造成约1200人死亡